我也覺得非常遺憾 就是我們一方面 有新的陸委會主委提出 希望兩岸關係春暖花開 結果突然因為鳳梨 又變成春寒廖鞘 全新的思維來處理兩岸的關係 我們應該從性別平等 這樣的一個新思維 地球不是某一個性別的 地球也不專屬中國 當然我個人也要提出一個新觀點 為我們下一代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在統徒之間周旋 我們應該大膽做出第三條例 我們也不要再與國際孤兒來自我憐憫 我們可以期待香港 一顆漂亮的東方明珠已經雲若了 台灣應該變成太平洋的鑽石 藻礁的事情這件事情怎麼來 我正想下個禮拜找個時間去了解 我今天擔任桃園縣縣長 那時候島礁公園還不是一個議題 現在當然從環保的立場 我們一定要盡全力來維護生態 但是另外一個殘酷的現實是 我們現在需要綠色能源 所以在兩大利益衝突之下 我希望大家不要有黨派意識形態之爭 為了台灣的永續發展 也為了地區的永續發展 我們要怎麼樣冷靜理性 來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有計劃 下禮拜找個時間 再去了解 請教大家意見 因為它已經超過50萬 超過50萬 那只是工作的第一步 我們最重要是在8月28號投票的時候 投票的結果大家不要遺憾 我想這是一個很嚴肅的課題 我呼籲大家超越黨派 超越意識形態 我們面對問題 來做最妥善的處理 那鳳梨這件事情你怎麼看 因為中國好像說它4月份 就已經告知台灣說 有藉口蟲這件事情 對 我也覺得非常遺憾 就是我們一方面 有新的陸委會主委提出 希望兩岸關係春暖花開 結果突然因為鳳梨 就變成春寒廖鞘 所以今天我 有婦女團體 來談和平的問題 兩岸關係一直都是 父權思想 在界定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我個人一直認為說 我們應該從性別平等 這樣的一個新思維 地球不是某一個性別的 地球也不專屬中國 台灣一小部分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 全新的思維來處理兩岸的關係 所以今天這個研討會是非常有意義的 今年也是我提倡新女性主義50周年 我們做一個總反省 當台灣的女性全面覺醒的時候 未來的台灣發展 還要跟過去一樣嗎 所以今天下午我會提出非常挑戰性的新思維 我相信今天我請了各黨的女性立委 一起來座談 也是希望台灣的人口二分之一的女性 應該有我們自己的價值觀 應該要來重新定位台灣何去何從 這是非常嚴肅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個人不能表達太多的意願 但是當二分之一過去沉默的女性都站起來 把她們的智慧跟慈悲展現的時候 我認為未來的台灣才是真正的新希望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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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